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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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Hallin来大ские视频。今天不用我讲大家都应该知道 我会拍哪一部?没错,就是大哥Vlog在海口大吃一番的视频 这部视频我错过了两三天内,已经错过两三天 但是没关系,我还是想要看这一个Vlog 因为上一次是没有看到他吃的 只看他路过而已 这次呢就真的要来看他好吃一顿大餐 好,那这个视频就现在开始 又是这个场景 还有一个很厉害的特色就是他的美食很厉害 哇,好多大台道啊 上次就有看到这里,但是没有看到他吃 那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里的菜 因为在海口 这个菜是太多的了 很适合吃一些当地的海鲜烧烤 感觉很不错 我先帮大家尝一尝吧 这个是生蚝吧 感觉很不错的样子 好好喝 我有点两个流口水 哇 哇 嗯 好吃耶 这个太香了吧 这个 天哪 外焦里嫩 外焦 里嫩 外焦 外焦里嫩 是的 都讲不错话来了 嗯 他做的真的很好啊 而且一点都不腻 这个什么 天哪,你可以小口一点哦 嗯 太棒了 我每次来海口 都很期待他这里就吃的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吃过 他做的很 颜色什么都用得很好 嗯 视觉上看 就觉得感觉是很美味的 那个 打个高分吧 哇 还好吃啊 太好吃了 都是哇 每一个都好吃 耶 欢迎大家有机会来这里 下次如果有机会 大家要是来海口的话 嗯 可以来品尝一下海口的大肥肠 不会让你失望的 真的很棒 哦 这一个 太大口了吧 我现在也吃蔬菜的 空青菜 一大一块 好像有点加多了 哦 这好好吃哦 空青菜可以做这么好吃 哈哈 他 加太多还不是一口吃完 太棒了 又来了 哇 真的不是我一个人的量 是我 同事们一起的量 我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的 这样他已经算吃很多了 嗯 很香很嫩啊 饺子就会冷在北方的感觉 因为南方人 嗯 有吃饺子 哈哈 全世界的华人都会吃饺子 这个菜就好像 嗯 那个叫 你知道有个菜叫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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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山上面 自己摘 就是他那个海南 草本 我本来是应该在南方吃会比较好吃 太好吃了 哇 我果然喜欢大鸡 每一袋有多好吃 每一袋都很好吃 再喝点啤酒啊 还蛮快乐的 但我今天 我等一下还要去彩排 所以我今天 就不喝酒了 先以雪碧带酒吧 好 好了 那我要继续开始吃了 嗯 如果大家有机会来海口的话 可以来尝一下 感受一下海口的大排档 然后真的很棒 什么都有 应有尽有 烧烤海鲜 饺子和粉 哇 还有炒菜 空心菜 太多了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然后有机会我们 在一起吃吧 然后拜拜 就这样 是不是我看的太有趣 然后不知不觉 就把这个视频看完 还是这个视频 本来就是偏短 这个吃货就是吃货 没办法 你一看到他吃 连我都想流口水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食物好不好吃 但是看起来 卖相都是非常好的 非常高档的感觉 只要是这个 本身这个人 一个吃货的代表 所以他吃东西 每一个都非常大口 你就觉得 天哪 这怎么那么好吃 那种感觉 通常我们看到 人家吃东西的时候 哇 大口大口这样吃的时候 我们觉得 哇 这个东西一定是非常好吃 他才会这样吃 不然你觉得 一点一点吃的话 真的是没有那种感觉 但是 他真的不可能 面对食物的时候 他绝对已经 落出他的马脚了 他隐藏不住 绝对会落出 他最真实的那一面 他就是一个吃货 隐藏不住的 不管怎么样都隐藏不住的 但是在里面有一个重点 大家应该是有 有发现 就是他之前一直讲说 他现在呢 已经不久会吃肉而已 现在开始养生 也会吃一些蔬菜 但是呢 我们没有看过他 真正的吃蔬菜的样子 这一次呢 真的是我们赌到他吃蔬菜了 这样我觉得应该 对很多ET们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也非常安心的一件事情 不行了 我看他这样吃的话 现在真的是有点肚子饿了 没办法 我现在也很想去找东西来吃了 特别是他啃那一个鸡腿的时候 哇塞 我有点受不了 那个也是我的最爱 炸鸡腿 虽然到次是烤鸡腿 我真的很想去找来吃一下 现在肚子有点饿了 那不只有我 我相信大家看完这个视频 一定也是会肚子饿了 那还有一个我发现就是 海口的应该是空气非常好 城市也非常干净 不然一般来讲 我觉得他 我看他是户外的一种餐厅 就是座位都在户外 那这样汽车路边那边过去 感觉好像真的还 空气真的还不错 然后没有什么灰尘 如果像我打 如果像我的家乡的话 那个是完蛋了 我基本上不太敢吃肉 路边这样空旷的一个 路边的一个小吃 因为真的是太恐怖 你白天 经过的时候 你会看到摩托车的 汽车的 带过来的灰尘 Oh my god 那是你连戴口罩 骑摩托车 那个灰尘都会渗到里面去 真的是很恐怖的 所以有不太 基本上很少会在 路边那样吃 带台湾就还好 台湾就不会 台湾就是空气非常干净 但是呢我还是变成养成习惯 我在买外面的话 我都会买回家吃 我一样会吃 我是非常喜欢吃 路边摊的小吃 但是我基本上很少会在那边吃 我都会外带带回家吃这样子 虽然台湾真的是非常干净 空气也是非常好 那海口也是非常好的感觉 但是如果带小哥家乡的话 那真的是没办法在路边吃 那真的是太恐怖了 真的是吃久了会不健康 好吧那小哥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啦 拜拜 忘记跟大家讲我今天要剪头发了 呵呵呵